我是武林盟主受還金 用布袋希偶揭開燈會序幕 高雄市長韓國瑜 第一次辦燈會就上手 用韓劉魅力打臉酸民政客 金英特的燈會 在開始籌辦之初 就被民進黨立委天天的找麻煩 說這個是什麼告別是什麼的 結果人擠得滿滿滿 參觀人次34.6萬 去年的燈會只有26萬人次 成長33% 這個被批評為質感不好 沒有美學素養的金銀河燈會 來了34.6萬人 成長了33% 金銀河燈會短短三天 打破多項前朝紀錄 還讓高雄產生人潮擠爆的 特殊現象 這個是農曆春節期間 高雄捷運的人次破紀錄 高雄聽鬼也破紀錄 騎金的肚牛也破紀錄 這個我想高雄的朋友最清楚 騎金的商家最清楚 這不用做民調 這做民調幹嘛 對不對 我貨賣的出去人進來 我爆滿 高雄捷運從來沒有這麼多人 騎金的肚子 現在是人進不去 也出不去 也出不來 很多觀眾朋友都進去夜市 吃完東西想出來 也走不出來 也不出來 高捷輕軌滿載 人多到近得來 出不去 寒流行銷大發威 觀光人潮打爆滿 連台北人都好羨慕 高雄的人潮 讓我們台北有點吃味 今年台北市跨年的時候 我們的捷運的人次 比前一年還是減少的 所以我老實說 我覺得確實韓國瑜已經成功的 把高雄整個的觀光 全部帶動起來 寒流春節大爆發 為期九天的金銀河燈會 場場爆滿不停歇 完美兌現 韓國瑜選前所言 人潮真的進來了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